回到五间新闻的现场 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 就是这一家好规的面包店 胖达人因为被踢爆说 他添加了人工香精 涉及广告不实 被卫生局开罚了18万元 同时呢在台北市政府 介入协商之下 现在退费的机制已经出来了 这退费的时程 就是从2010年 胖达人开幕开始 一直到今年的8月23号 你只要买过 消费者就可以凭同意发票 收据或是刷卡证明来消费 但是如果面包已经吃下肚子了 又没有任何的消费凭据的话 现在要求胖达人 在恢复营业之后的前十天 他必须以打七五折折扣的方式 来回馈所有的消费者 另外胖达人必须要 以退费金额的25% 同样也是要回馈给消费者 从8月27号开始 为期一个月要各家分店 都可以开放登记退费 而另外一方面 这家胖达人面包店 事实上 小S的先生也有投资 而且小S呢 他也常常在公开的场合 宣传这一家面包店 所以现在小S出面 正式道歉 正这样的事情 我自己都感到非常的震惊 因为我们全家人都很爱吃胖达人面包 几乎每个礼拜都吃 那就我们所知呢 胖达人面包就是天然的面包 所以今天爆出这个相亲事件 我们真的感到非常的意外 可是因为毕竟我是公众人物 然后我也在很多公开的场合 跟民众推荐这个面包 所以我觉得我是有义务 需要跟大家道歉 所以在这里呢 我要跟所有的大众 智商我最深的潜意